简色何侨幸至简 家有好礼 王五子求之 予不过数时 王五子因其上职 率将少年能识之者 持府一元 宝供弹毕 罚之 送一车之与何宫 问曰 何如君礼 何记得 为孝而已 王荣简令 其从子婚 与亦单一 后更则之 司徒王荣 既贵且赴 屈宅同墓 高田水对之属 落下无比 契书央掌 美与夫人竹下散筹算计 王荣有好礼 卖之 孔仁得其种 横钻其合 王荣女士陪伟 代钱数万 女归 容色不说 女具还钱 乃是人 为江州在寻扬 有知就人投之 都不料理 唯想王不留行一金 此人的想 便命价 李洪范文之曰 家就刻薄 乃父驱使草木 王丞相简洁 帐下甘果 盈役不散 社春烂败 都督白之 宫令舍去 曰 甚不可令大郎之 苏骏 苏骏之乱 与太尉难奔建陶宫 陶宫雅相赏众 陶姓简令 即时 但谢 语音留白 陶问 用此何为 语云 故可种 于是大叹与非为风流 兼有至实 西宫大巨憨 有钱数千万 家宾 亦甚不同 长朝旦问讯 西家法 子弟不作 因已与已时 遂及才获释 西宫曰 辱正当欲得无钱耳 乃开库一日 令任意用 西宫使证未损数百万许 家宾遂一日 其与亲友 周旋略静 西宫闻之 精怪不能已矣 西宫大巨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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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